大老的新家具是真伤啊 哦在这里啊非功能型的一个储柜类啊 放置 还挺大的啊 你看看 放进来 可以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咱们这期就不放伴奏音乐了 哦这是一个夜莺小姐 这个雕像的一个品质细节做的 这个挺帅的啊 有点那种琉璃的质感啊 互动一下会显示你的累积的 磕的一个回声的一个数量 心疼啊 有这么多 去找一个女朋友多吃点泡面 它不香吗 我的天哪 一辆小汽车呀 大老大老大老 然后这个整体的 你在互动完之后看一下 整个画面的一个氛围感 这个音效 它就出现了 这个互动的一个数字啊 就是你磕回声的这个数字啊 可以设置的 反正就是别人看不到 自己充值的这个东西 就是别人来你家玩了 是看不到你充了多少回声的 这也是对什么变形的那种保护吧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啊 它这个家具后面就是一个木质的一个背板 这个是不是有点水啊 啊没有 这个叶银小姐还在转圈圈 阿银河 你互动他还在转圈圈 我走远了也在转也在跳舞 听一会儿这个音乐 行 你们觉得这个金色家具怎么样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像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像吧 感谢关注支持那号 咱们下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